应该说这一次解封之后的上海 发生了72小时核酸续命的大问题 很多人排队要排几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不在话下了 排那么长时间做一次核酸 真的是非常让人疲惫 你要不想排有办法 这就是市场经济 有传言说有一些机构能够提供VIP的核酸检测服务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有人做这样的视频 但是相关机构竟然说没有这回事 不存在这样的 要明天就出了 不是到天出来 今天出了 回复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公司内部曾判讨过上述方案 好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 好嘞 好快哦 不行啊 不行啊 这1200块钱打不出来的 确实引起了社会的强烈的反弹 所以呢 就你看我行吧 这个好好啊 撤销了 不敢做了 我也想打银 我觉得这个好像蛮好赚钱了 这些同志们感受到了吗 就是三分钟 一千两半块钱 你问我现在什么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